上也没有给到李贤平这边防守足够的是有压力 这个不太冷静 隐秋上半场比赛当中就曾经和7号阿兰有个口角之争 在裁判跟前 隐秋因为之前犯规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上方手上都有动作 当然最后可能隐秋拽脸部的动作来得更明显一些 也是因为这个动作被黄牌警告了 随后他走到场边 想表示友好 想把阿兰拉起来 阿兰的赌气过程当中 根本就不愿意去接对方这茬 随手往上一挥